想起当晚的情形 叶浩轩也感叹道 当晚也是没有办法了 病人的情况危急 如果再不出手 怕是性命都保不住 作为医者 欲信不忍 华老爷感叹道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 医生已经没有了 以前救死扶伤的职责 世事都怕担责 对了 小爷啊 你这一身医术 是从哪里学来的 年纪轻轻就有这么高的医术 华老突然想起来 哦 是我外公教的 我外公是带行医 只是我几个舅舅都不喜欢 但传承不能断 所以便从小逼着我学医 哦 那你外公肯定是一个大国手 有时间要认识一下 华老说道 叶好轩谈道 哎 我外公已经去世近十年了 这样啊 可惜了 华老一争 随即有些惋惜 小叶 有个病例 我想咨询下你的意见 两人就在走廊里探讨起医术了 不知不觉 天色已经晚了 临行前华老拿出自己的名片说道 小叶 我在中医大学守教 有时间 我想请你去讲两节课 怎么样 叶好悬苦笑道 呃 呵呵 华老 我就是一个学生 怎么能给你的学生们讲课呢 华老说道 哎 医术不分年龄 就这样定了 开学后 我给你打电话 华老说完 又向叶好轩要了电话 这才离开 叶好轩回到之前待过的实习课看看 而以前带他的大夫徐医师还没有下班 之前徐医师对他不错 叶好轩便上前跟徐医师打个招呼 一看是叶好轩 徐医师马上热情地站了起来 跟徐医师闲聊了几句 得知刘主任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以及收受病人红包 已经被开除 恶有恶报 不可一世的刘主任终于自食其果 离开了医院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叶好轩驱车转悠了起来 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青江边上 只见江边威风拂面 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 江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烧烤的小摊 不得不说烧烤是夏季的标志 吃着美味的烤串 喝着清凉的啤酒 再感受着江边的凉风 那感觉一定清爽 找个地方停好了车 叶好轩来到一家露天烧烤店中 只见这家烧烤店的生意极为红黄 几十张桌子上坐满了客人 看了一下 恰好江边处有一张桌子上的客人离开 服务员收拾好了桌子 叶好轩便举步来到了这张桌子前面坐下 刚刚坐下 一个老头走了过来 见叶好轩一个人坐在那里 便笑道 小朋友 方便坐下不 叶好轩微笑道 我是一个人 老先生请编吧 老头点点头 便坐在了叶好轩的对面笑道 小伙子是个直爽人 这样吧 今晚我请客 叶好轩见这老头 虽然年纪大 但精神极好 谈笑及举手投足间 都透着果断之意 显然不是普通人 于是他也不客套便笑道 那好 那就沾沾老先生的光了 老头子哈哈一笑说道 好 小伙子性子直爽 吃什么 请随意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不太了解 老先生随便点些什么就可以了 老头点点头 然后随手点了十几串羊肉 以及一些青菜类的 丢过菜单 老头说道 喝什么酒呢 叶好轩想了想说道 看老先生气度不凡 应该之前是军人 军人性格直爽 性烈如火 饥饿如愁 喝酒当然也喝烈酒的为好 二锅头吧 老头一争随即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小子 眼光不错 这正合我意 来两瓶二锅头 其实当时正在夏季 一般人都会选择清凉消暑的啤酒 就算是喝白酒 也会多杯 不会选高度数的 二锅头的酒劲激烈 在这夏天 一般人还真抵受不住 而那服务员提醒道 老先生 二锅头太烈 您老还是少喝点为好 老头不在意的一挥手说道 哈哈哈哈 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心里有数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还不如让我老头子喝个痛快 那好 请两位稍等 服务员说着便离开了 老头看着四处热闹的场景 感叹道 哎 这样才是过日子的样子 整天被闷在一处 没病都要把老头子憋出病来了 叶昊轩笑道 老先生说的是 要多出来走走 这样对身体好 老头点点头又说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哪像以前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想想那些年月 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而在的人呢 真享福啊 自顾自地感叹了一会儿 老头这才问道 小伙子不像是本地人吧 叶昊轩点点头道 不是 我是外地的 是来这里学医的 老先生对这里很熟悉 想来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吧 老头点点头说道 离家了十几年 老了老了 念家就回来了 谁想到回来了 一些老家伙都不在了 老头的话里 透着一丝孤寂 说话间 几十串烧烤已经上来 服务员拖着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两瓶二锅头 老头一看酒来了 几乎眼都绿了 招呼了一声叶昊轩 然后拧开瓶盖 养天就是一通猛灌 一养脖子 就是小半瓶酒进去了 老头这才放下酒瓶 大笑道 这感觉真爽快啊 好久没这么痛快的 喝过酒了 话未说完 他胸口一阵起伏 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叶昊轩眉头一皱 从老头的肺音中 他明显地听出了一丝不对 再看看老头脸红 脖子粗的神色 他神色一变 马上将老头的酒瓶拿过来 叶昊轩说道 老先生这病 是不能喝酒的吧 老头咳嗽了一阵 这才白白手道 是不能喝酒 可是我老家伙都这把年纪了 生平又只好这一口 这不让我喝酒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说着 便又拿过酒瓶要喝 叶昊轩叹道 唉 老先生这病 又先年头了吧 听着肺音 怕只有几十年了 好似是年轻时候 受过伤寒 伤了肺部 这才导致肺气不顺 如果严重的话 会可血的 老头灌了一口酒 说道 是的 这得从那个文革的时候 说起了 当年老子被打成反派 那冰天雪地的 穿了一件包衫 话被说完 他猛然警醒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肺气不通 我记得找过一个国手看过 他也是这样说的 只是没办法根治 叶昊轩笑道 我懂一点中医 老先生这个病 还是不要饮酒的比较好 年轻时候还无妨 但现在老先生年纪大了 这样下去 身体容易吃不消的 老头摇摇头说道 不喝酒 还真不如让我死了 叶昊轩笑道 老先生要为家人想想 如果我没猜错 老先生的家人 不让你喝酒 你偷跑出来的吧 老头哈哈大笑道 就是这样 那群小的看得太死 喝酒还得偷偷地喝 后来被他们发现了 竟然把酒都收走了 这不是要我老头子的命吗 叶昊轩苦笑道 都说人越老越像小孩 这老头还真逗 他沉吟了一下说道 老先生这病 没去看中医吗 老头说道 哎 砍了 这些年 年纪大了 身体越来越差 咳嗽越厉害 哎 中西医都砍了 甚至一些普通人 请不到的国手都请来了 结果谁也没办法 其实老先生这个毛病 治起来也不算很难 怎么 难道你能治 老头子眼一瞪 看向叶昊轩 心到这小子在吹牛皮呢 这病连中南海的那些国手都没办法 这小子怎么会有办法 叶昊轩小道 呵呵呵 我的确能治 而且治好老先生的话 再怎么喝酒都没有问题 本能的不相信叶昊轩 但叶昊轩最后那句 喝酒没问题 让老头子一阵犹豫 真的 呵呵呵 当然是真的 只要老先生相信 老头一咬牙 一排桌子道 好 信你一次 反正老骨头了 而在这个时候 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盘烤好的菜 向叶昊轩这张桌子上走来 而此时一个嚣张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妞 把这个先端到这里 老头回头一看 只见五六个小混混走了过来 坐到一张空的桌子上 嚣张地对着那服务员喝道 服务员犹豫了一下 说道 您稍等一下好吗 这是这张桌子上的客人的 一个小混混大怒 劈手一个耳光便抽了上去 大喝道 妈的 我说端在这里就是端在这里 你没听见吗 没看到眼镜哥在这里吗 服务员一声尖叫 手中的盘子落在地上 脸上已经多了五个红红的掌印 眼镜哥 叶浩轩一睁抬眼看去可不是吗 那位头头模样的小混混 一脸猥琐 戴着一副眼镜 不就是那一天 在公车上猥亵少妇 被自己痛走一顿后 扭送到派出所的眼镜哥吗 哎呦没想到这货啊 这么快就出来了 叶浩轩还未说话 老头已经是大怒 猛的一排桌子喝道 混账 你们这些败类 怎么可以出手打人 老东西 关你屁事啊 老子就出手打人了 你又怎么样 啊 一个小混混叫嚣道 你们眼里 没有王法了吗 王法 眼镜哥就是王法 不服气 你报警啊 小混混嚣张地叫道 而此时烧烤店的老板 跑了过来陪一笑道 原来是眼镜哥大家呀 我这就为眼镜哥去准备 这个小姑娘刚来不懂事 冲撞了眼镜哥 请眼镜哥不要见怪 老板转身喝道 还不向眼镜哥道歉 对 对不起 小姑娘吓得 面无人色 战战兢兢的 说出了唯不可闻的这一段话 大声点 骂的 没吃饭吗 眼镜哥大叫 小姑娘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 显然是暑假来这里帮忙的 没见过什么失眠 被眼镜哥一下眼泪数数的流了下来 只是那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 让眼镜哥眼前一亮 这货原本就是一个色胚 他吟笑道 小姑娘 不要怕 来 陪哥哥喝几杯 说着 一双毛毛的大手 就伸向这小姑娘 一旁的老板暗暗叫哭 他连忙陪笑道 嘿嘿 眼镜哥 这是我家亲戚还小呢 再读书呢 您就高抬贵手 好不好 今天我请客 说着 老板就挡在眼镜哥的前面 眼镜哥大怒 一耳光抽了过去 喝道 给老子滚开 妈的 老子看上他了 是他的造化 老板被抽得嘴角直冒险 但还是得陪笑说道 呃 嘿嘿 眼镜哥 您抽得过瘾的话 就多抽几下 求求您 放过他吧 他还小呢 眼镜哥在这一带很有势力 他一个小小的大排档老板 根本就惹不起 一边的小姑娘 吓得面无人色 脸色苍白 叶浩轩眉头一皱赏情和道 哼 眼镜哥是吧 记得我不 眼镜哥一睁 疑惑地看向叶浩轩 片刻后 便认出了叶浩轩 他大怒道 妈的 是你这个小子 兄弟们 把他给我废了 上次被叶浩轩一通狠揍 眼镜哥吃尽了苦头 现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哼 原来就是这小子打了眼镜哥你 妈的 小子不想活了吧 一个小混混上前指向叶浩轩 叶浩轩抓住那小混混的手指 那小混混只觉得手指出一阵钻心的疼痛 他一声痛叫 喝道 妈的 你这个杂种敢打老子 叶浩轩眉头一皱 手上微微用力 咔嚓一声 小混混的食指便被扭断 小混混一声惨叫 他的手指软软的搭了到了一边 他捂着手指在一边滚了起来 本来拿出手机要报警的老头一针 又不动声色的将手机放回口袋里 没想到这个小子是练家子 哼 敢打我兄弟 你找死 一边的四名小混混大怒 齐齐冲上前去 叶浩轩一拳挥出 直接将一个小混混放倒在地 然后拳打脚踢 片刻不到除了眼镜戈脉 余下的几个小混混 全部失去了战斗力 打得好 周边看热闹的人爆发出了一阵喝彩 老头笑道 哈哈 好伸手 叶浩轩走到眼镜戈的跟前说道 眼镜戈 你还真是死心不改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吧 眼镜戈吓得直哆嗦 叶浩轩的战斗力极为强悍 上次他吃过一次亏 这次带的五六个小弟 一个照面就被打翻在地 他哆哆嗦嗦地说道 你 你想干什么 叶浩轩冷笑道 哼 不想干什么 既然你这么管不住你下面的东西 那我便把它切了 让你以后不敢再欺负女人 你看怎么样 不 不要 不要 眼睛个大惊 叶浩轩的冷笑中带着一丝狠力 让他不寒而栗 而正在此时几个大富翩翩的警察推开人群喝道 干什么干什么 谁在打架 奶奶的敢在老子的地盘闹事 不想活了都 为首的一个肥头肥脑的警察推开人群 向叶浩轩喝道 怎么回事 陈索 你总算来了 眼镜哥就好像是见到旧星一般 连忙扑到陈索的面前 诉苦道 我领着兄弟来吃饭 这小子来找麻烦 你看 我兄弟们都起不来了 那肥头肥脑的陈索眉头一皱 当下向叶浩轩说道 这几个人是你打的 叶浩轩点点头说道 啊 是我打的 这几个人非礼这小姑娘被我揍了 陈索大喝道 谁给你的权力打人了 这事要调查清楚 说着大手一挥说道 带走 看着神情啊 这陈索跟这小婚婚认识 而且关系 还不一般 说着 身后的两个警察带着满身酒气 便要上来拧叶浩轩的手 一边的老头眉头一皱 上前拦住两人喝道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放着流氓不抓 来抓见义勇为的人 陈索打了个酒格 满身酒气的指着老头说道 老头 我看你年纪大了 不追究你的话 给我老实点 要不然连你一起抓 抓我 老头一声冷笑道 你倒来试试 我就不信 这情缘室还没有王法了